针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份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独立评估报告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在众议院瑞本大楼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迈克尔格林在听证会上表示 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亚太地区也给美国带来很多重大挑战 比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类似去年三月日本大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 但他指出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应当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的挑战 从很多层面来讲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将给地区秩序稳定和发展带来挑战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的战略部署必须要以此作为我们在亚太地区 部署军力和开展合作的主要原则 格林表示虽然中国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 但这并不等于美国要遏制中国或者准备要与中国开战 他说美国应建立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减少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什尔表示 实施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部署需要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相当的军力 这其中包括将部署在日本冲绳的部分美军转移到关岛 他还谈到美国需要以关岛为中心 在日本 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建立一个海军陆战队和地空反应部队战斗群 在实施方面 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防部官员承认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削减给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构成了一定挑战 VOA卫视林峰 华盛顿报道